Android 可否介绍自己和你在从事中的专业呢 Hello 大家好 我是Android 我们是来自创新运动总会 我们是一个联合了很多新兴运动 让香港的市民或者学生去参加不同的活动 透过这些运动去做一些团队训 提升一些自信 稍后我们也会介绍不同的新兴运动 我们很多朋友喜欢打球 打Tennis 打篮球 其实这类运动和你所鼓励倡议的新兴运动差别在哪里 新兴运动与传统运动有很大的区别 传统运动是什么意思呢 例如我们的排球 蓝球 足球 比较普及性大的一些运动在香港 如果新兴运动来说 主要有分几个category 第一就是他们外国现在是非常非常流行 但是香港仅仅在这个推广的阶段 第二就是他们有大部份的新运动都是很容易入手的 可能我们短短讲几分钟告诉你如何去玩 已经你可以立即很容易去投入运动世界 第三就是他们很多运动都可以相见共荣 即是我们跟残障人士一起玩 健全人士一起玩 另外我们也可以跟男女一起玩 甚至我们跟一些长者一起玩 第四就是他们有一部份的运动都是佔用的空间比较少 他们就很适合在香港这个环境 还有第五就是大部份的新兴运动 未必是根据你的体格而去影响你的成绩 反而有些新兴运动你越是身材比较收缩 或者可能是矮小 其实他们是佔优的 亦都可以很讲及香港这个环境 Angela 你从前这个新兴运动推广的时候 会不会遇到一些困难 可能是场地不中 甚至搞个比赛 球证 旁证 这些都可能找到 这一方面是怎样解决 近几年其实新兴运动都开始越来越普及了 过往几年的确跟Ivan你所说是比较艰难的 什么意思呢 譬如是场地的问题 香港始终是地小的地方 至于很多香港 例如康云树的场地 其实暂时都未容许到有新兴运动的 可以游换的时间 所以其实很大部分的我们的一些客户群 或者可能是一些学校 都会利用他们的礼堂 或者可能是学校的场所 甚至可能一些会所的环境 我们进行一些新兴运动 发展的路途上虽然是有些困难 但其实我们都是比较喜欢新兴运动 比较喜欢运动的推广 所以我们都希望 就是广泛的市民都不停地支持我们 例如他们提供一些场地 提供一些私人的会所 给我们进行一些申请运动 让很多市民都可以接触到这一类的运动 刚才所说 其实大部分的运动 都可以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进行 例如可能是一个小小的羽毛球场 那么大的空间 甚至可能一些活动室 我们都可以进行到 过往其实我们无论是教练 例如球证 甚至是器材的订购 其实都有一些难度 因为很多的运动器材 都是来自外国的 所以在运费 或者我们购买的时候 其实都会有一定的价钱 另外来说 可能对于市民的普及度 或者认知到 其实他们都未必那么清楚 那个运动究竟是怎样玩 或者是怎样去执行的 我们都会用一些时间 去解释每一个运动 其实是怎样去玩 甚至可能是球例上 幸好新运动也很简单 很容易学 所以其实也很吸引到 很多新的朋友 勇于去参与 Angelo 我看到你身边 也有很多不同的价钱设备 是不是你平时 是来做训练用的工具来的 不如我简单介绍一下 我都带了几款的新运动 其实都很适合香港的朋友 一起去参与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 叫船风球 船风球的话 其实它会透过这个柄 你看到有个Fiber 这个字的 是来自台湾 是起源于台湾 里面都会有很多很厉害的选手 都会来到我们香港 甚至可能我们都会去台湾 跟他们一起比较比拼一下 它的特别之处是什么呢 就是会透过这块柄 而这块柄你可以看看 其实它会靠这个坑纹 有一个坑纹在这里 至于它的船风球也有趣 很多的纹 很多的纹理 不规则的纹理在上面 我们将这个球在这里放在里面 然后这个球如果我们去击出的时候 我们要透过这块柄 然后我们将这个球 透过这个坑纹 去做出一个滚动摩擦 然后产生了一个摩擦力的话 就可以将一个这么轻的船风球 就产生了一个弧度 这样形成了一个飘忽球 飘忽球的话 即是可能我的柄 是向左边去摩擦的时候 其实最后的球从左边飞 最后会曲续到右边 所以就好像一个很特别的球 我们变成就是 要令对手摘不到我这个球 摘不到我这个球 而进入龙门的话 其实就为之有效得分 这个就是来自台湾的一个新生运动 都很盛行的了 介绍一下另外 你看到一个很小的柄 这个小柄 你看到好像是一个乒乓球 或者可能是一个网球 这个就是我们叫做匹克球的东西 其实很多在外国回流回来香港的朋友 他们都非常非常认识这个东西 他们会透过另一种的球 这个就是匹克球的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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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于就是美国 美国那边的很多周制的比赛 很多电视都会转播这个匹克球的活动 其实它的玩法是类似网球 类似我们香港的网球 但是它是小型很多的 用的空间也会小小很多 那我们的玩法 大部分都会和一个网球的方式 它玩法是一样的 但是只不过这是一个板 不是一个网 而这个玻璃 你会发觉和我们的网球有点不同 就是通通的 所以其实它的激球的力量 和它的回弹力 都会和网球有一个比较 但是因为它胜在 就是场地空间小 它回弹的速度比较快 所以其实也很急速 可以单打可以双打 也可以和一些双见人士一起玩都可以 这个就是匹克球 第三样我想介绍的 就是这个小小粒的 这个是什么东东呢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雪盒战 Snowball 英文叫Snowball 或者其实你会看到上面 都有一个日文的 UKIGASA 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其实是日本名的雪盒战 那个意思 雪盒战 你听到有一个雪字 其实它是起源于日本的 因为它通常是在日本的雪地上去玩的 但是你也知道 香港其实就不会有雪地的情况 所以我们又要练习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会做了这个仿制的雪球 这是一个类似豆袋的东西 你发觉也是一只手可以握住 它在模仿一个雪球 如果你说真的在日本来说 它真的有一个制兵机 有一个制兵机 就会制出一个圆形的雪球 那我们如果在日本玩的话 就真的要戴了一个很坚固的头盔 因为当我们去投摘别人的时候 那个雪球就会击中头盔的时候 就会粉碎 都非常之刺激的 香港我们练习的话 就唯有用着这个雪球代表先 是的 那我们都会做一些攻击 那它赢的方法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有殲滅战 就是说我们将所有的对手 在限时之内完全将它们击倒 要么就是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说我们对方的长驱 有一只棋 那我们能够跑过对方的阵地里面 然后成功在未被击中 未被对方击中之前 能够抢到一只棋 举起的话 你就成功立即将这个比赛完结 然后我们就判成功抢棋的方 就是胜出的了 那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刺激 亦都很多学校 亦都很多学生去支持的运动 那最后一样我想介绍 大家都可能见过了 这个也是一个类似豆袋的东西 是的 但是这个是一个布袋球 布袋球的话 我们有时在长者中心 或者可能是春季人士中心的话 其实它们都会很多时 都会想去玩这个运动的 是的 也有大有小 这个就是15cm乘15cm乘人用 或者可能给一些专业人士去用 那么重身少少很多 是的 但是如果你说我们有一些初学的朋友 可能是小学生 或者可能是一些商业人士 或者一些体弱的朋友 我们会建议它用这个小的版本 就是10cm乘10cm的 那么轻身很多 是的 那我们变相就是在板上 我们有一个距离 可能如果初学者 我们有时会有4米的距离 或者5米的距离 那么去投策 因为它板上有一个洞 如果你成功抛中了 或者撞进去的话 它就直接达到3分 是的 如果你说不能够成功撞进去 如果我们放在板上 它只会有一分 是的 我们最终会看两方哪一队 能够达到21分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去胜出这个比赛 那么在外国也是非常流行 那么有些外国的选手 我们讲的是距离 是8米远的距离 那么他们去比赛 那也是很刺激 好刺激 很多外国的朋友 很喜欢收看的一个节目 好了 那我今天先介绍这些4样运动 对了 其实我们公司也有20多种的新兴运动 也希望下次也有机会和大家分享 好了 如果大家再想知道多些新兴运动 或者更多新兴运动的资讯的话 其实可以上去我们官方网站 www.hkisa.org 或者可以去我们的IG 你去打创新运动总会 你就会搜寻到我们 那我们会不停地搜罗 很多外国的新的游戏 新的运动 如果可以的话 亦都给我们个赞 多谢你 拜拜